再給我多一點時間 相信我們會越來越好的 謝謝你 真的辛苦你了 謝謝你 謝謝你 願意刮出來 半球的孤單 太平洋的潮水 跟著地球來回旋轉 哈囉大家好 我是石頭雙魚座 我太太是處女座 我們交往幾年呢 是真的蠻複雜的 因為我們不是 這麼正常的關係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的那個其實點呢 其實是算不太清楚的 正正正式的話應該是八年的時間 結婚的話是2020年 結婚三年然後三個小孩這樣 哈囉我是Angel 要邁路35歲了 過明天 我有三個小孩 然後我們交往的時間 我不知道 結婚的時間我也沒在帥 這樣的小孩呢就是腦霧 什麼都不想要去記得 專心顧小孩的概念 現在怎麼樣為什麼會有這個大小 沒有就很緊張 然後一看了我一下我想要大小 因為我發現我自己太緊張了 蠻緊張的 我覺得這個比生小孩還要恐怖 因為我很少跟他深入交談 原本就想說就來拍這樣子而已 可是畢竟要面對人是我的老婆嘛 好像沒有這樣子跟他 這麼認真的對話 就真的只是就是 欸你最近過得怎麼樣 這麼表面 蠻表面的 但是因為如果要聊到那麼深的時候 我們互相都會卡關 所以這次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包含來的時候他就是心裡就是一直很 很糾結很掙扎這樣 有緊張的成分 有害羞的成分 但害怕比較多 聊太深了 我對他就是不會很敞開的心房去聊內心的事情 一定是打十分啊 雖然說很緊張 可是我覺得可以放什麼開的 應該是會先大笑 至於哭我又 我會冷靜欸 因為我不想讓別人看到我哭的那一面 雖然說你可能不知道講什麼 但是沒關係 好不好 看著我的眼睛深呼吸 憑你的直覺 講你的話 對我的一份禮物這樣 他是我不用擔心 因為他本來就講得很開的了 所以還是加油 我跟你第一次見面是在 電影院打工的時候 我們一起認識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都互相不熟 也覺得我們是不同吧 我對你與你的第一印象是 覺得你好吵 怎麼會有一個講話這麼大聲的女生 可是又很放得開 又很開心 也很漂亮 電影院大家公認的女生 我們打工的電影院 然後我覺得這個男生 怎麼這麼的特別 你是留長髮 然後他很奇妙 是他就是下完班就直接走人 那種不會在公司跟大家聊天 然後我覺得哇這個男的是 要趕回家嗎 你是要幹嘛之類的 我覺得哇這個男生好特別喔 我覺得哇想要認識他 但你是晚班我是早班 所以我們是碰不到的 遇見你就覺得哇這個男的是 長得很有型 因為那時候你扮得很日式 對你印象很深刻 幽默風趣又帥 他那個時候對我的第一印象 應該是 帥吧 幽默 好玩 應該是我跟展榮一起拍片的時候吧 你那時候在上班 我們有時候拍片拍很晚 可是你也是會 跟我們一起耗到很晚 可是你隔天還是要7點 所以你還是要上班 那個時候我們就有一些些接觸 你的嘻哩呱啦的那個沒有變 但我對你有了一些不一樣的變化 我發現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受到你的照顧 被你照顧的時候我就覺得 欸怎麼 我對於你的嘻哩呱啦的那個感覺 沒有了 可是我對你突然有一個 欸這個女生好像可以試試看的感覺 所以我那時候沒有想太多 就是想說那好像可以多聊一點點 多出去約一下 好像是在拍你們的第一支作品的時候 就覺得哇 你特別認真 拿攝影機的時候 特別的好看 很認真很帥 所以那時候想說哇 想要再更進一步的認識你 回想這一段我覺得很不容易 因為我們在一起了7年我才跟你求婚 這7年其實前面的時候 當然也是有想過要放棄 曾經你可能也想放棄我 我也想要放棄你 因為我們就是互相的第三者 這個角色 所以我們對於對方一直都是一個 很不信任感的存在 這前面的時候也上過你的心 這一路到現在有三個小孩子 現在這個狀態我真的覺得很珍惜 然後也真的覺得很不容易 也很謝謝你 時間過得太快讓我覺得不知所措 沒有小孩到有小孩這一段 雖然兩個在一起很久 但我主要是兩個在一起 就是婚後的生活 再慢慢的到有小孩 但是已經太快了 就一次就有了 所以讓我不知所措 不知道生活中就是 怎麼跟你的家人相處 雖然前面也有相處過 但結婚跟男女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是不一樣的 覺得就是很害怕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去面對 我覺得好像沒有一個人可以幫我 然後我要帶小孩 我們第一個小孩的時候 跟媽就是帶小孩觀念不一樣 所以我就會有我自己的觀念 我就會把小孩跟自己 關在房間裡面 就很少去客廳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 有點憂鬱的感覺 那時候很想要回我自己的家 但我知道你應該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我跟你說過這件事 然後你有說那就回家 但我又怕被講話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很無助 但這個過程中 其實你都有在幫我我都知道 但我就是有時候 沒辦法對你敞開心胸 去講這件事情 我有想對你敞開心胸 但我就是講不出口 最近就是我剛出去工作 回去的時候剛好就是 你在洪小孩睡覺 然後你媽剛好回來 然後你媽就說 問我去哪裡 我說我去工作 然後她就說 欸你在家裡顧小孩 就好了幹嘛去工作 然後我心裡的OS是 為什麼我不能出去工作 為什麼一定要在家裡顧小孩 其實是有點受傷的 那我跟你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之後跟我說 喔她只是講講而已 不要在意 之類的話 那其實這句話其實很 很傷人 我不敢對你敞開心胸 就是例如說 像我愛你這種話 我現在就是不太敢講 因為我覺得我講的就是會受傷 所以這些話我都埋在心裡 我希望就是你可以抱著我說 沒關係 那種可以跟媽媽溝通自己的事情 因為我相信 你媽也是可以講迷禮的人 我知道你媽媽是不會怎麼樣 但就是那句話真的蠻少潤的 講話不要 感覺有點不太平等的感覺 然後可以就是 抱抱我這樣子 自己放不下 之前就是你做的那些事情 原本要建起好的一個信任關係 但你可能又做了某些事情 又把它打掉了 所以我又灌回去了 我們有去上一個課 上完之後 其實我對你其實有 比較有敞開心防 但我又發現另外一件事情的時候 信任度又回掉了 可能就是還要一段時間 我都沒有辦法敞開心防 我怕又敞開心防之後 可能有一件事情又要回掉了 雖然我們已經結了婚 但我也很怕就是 離婚這件事情 所以我很怕就是 你會說 就沒有我們就離婚就好了 但我知道那時候我不說的話 你也會講這句話的感覺 但我有試著努力過 但我就是 就是放不下 就是很怕受傷 因為受傷就是 很久才能恢復 我想跟你講 對不起跟辛苦了 因為我知道你一直以來 都很辛苦的 也在為別人生活 也包含我 所以做自己這件事情 對於你來講 是一個很困難的選擇 對不起的原因是 我以為我在這12年 我一直都有在替別人照相 但其實沒有 其實我覺得那個對不起其實是 真的來得蠻晚 在早些年的時候 其實你的那個照顧 跟你的那個好 我是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 記在心裡面 那個你是不會跑掉的 只是現在的你 你是多了非常多的盔甲 跟受傷的心 這個我真的不會怪你 就算別人他們怎麼樣看我 我只要記出你的 當初的 那個好 因為我知道 沒有人這麼在乎我過 沒有人願意大半夜要上班了 還願意陪男朋友到天亮 只因為男朋友是一個人在工作 這個的好 是只有我才看得到的 所以在前面的時候 你其實有試圖的 要拉近我跟你的溝通 可是我那個時候不懂 什麼叫做聊天 我們兩個人坐下來來聊天吧 我那個時候不知道 什麼叫做聊天 我那個時候就覺得 你好多 名字要講的事情 可是對於我來講 好像不需要名字講 但是我後來才發現 原來那是你的方法 所以到了這些年的時候 我要拉起那個對話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 你已經把我推得很遠很遠很遠 等到我們兩個 坐在房間裡面 手牽手看著對方 才發現說 哇 好我們有很多的功課要做 我們有很多的官要過 現在的你已經是受傷的你 跟裝了盔甲的你 但是 對於我來講 我 還是只會記住那個 對我很好很在乎的那個成語話 因為那個是只有我才看得到 你不會表現在其他人面前 當我被欺負的時候 是只有你才會願意跳出來 在我一直為別人付出的時候 有了 趁著我 告訴我 要為自己想一下 不管再累 再忙 都有你在 很感動 因為 我在為全面付出的時候 常常會忘記自己 你的存在 實實的提醒 叫我自己 好好照顧自己的人 所以有了你 我就覺得 回想更完成了一點 謝謝你一直以來都支持我 要去做什麼 做什麼 但有時候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但我真的非常謝謝你 一回到家 就會幫我顧小孩 陪小孩 也沒有喊累什麼的 早上也是 也會起床跟小孩玩 就是想要讓我多睡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謝謝你 讓我有很多的時間 給你休息 你真的是一個 超級的深隊友 從來不讓我很累什麼的 但 家裡的環境還是要顧 拜託 這十二年來 真的很謝謝你 在我工作很忙的時候 我一個人的時候 你總是願意陪我 不管到多晚到多累 就算我 工作到完全沒有空閒的時候 你都還會把我拉出來 告訴我們兩個說 我們要出去玩 我才會提醒 但我說 喔對 你就沒出去玩了 所以真的很謝謝你 讓我的工作不是只有工作 還有你 還有戀愛的時間 在七年過後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給你更長久的承諾 就是那時候才跟你救活 後來也很謝謝你跟我講了很多 我當下的想法 我才知道說 喔原來 其實我 一直都是一個 大男人主義的人 所以其實 你真的 教會了我很多東西 雖然說不是那種 用一半正常的方式在教人 但是你的情緒 你跟我說的這些話 都讓我 反思到我自己說 欸我 怎麼會讓你有這種感覺 是其他的 女生的話 我相信 她只會讓我很 自我中心的做我自己而已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是很愛你 一直都是 只是因為受傷了 我就會想要 關起來不讓自己再繼續受傷 其實你做得很好的很好的 一直有在在乎我啊 包容我一些脾氣等等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心裡 可能受傷的那一塊 還沒有恢復 我就會想要有 抱負的心態在裡面 但你真的已經做得很好很好 就是非常在乎我 但我始終就是沒辦法 對你敞開心胸 以及說 嗯我很愛你 但我其實內心 是真的非常愛你的 在小孩面前 可以擁抱你 但我是 堅決沒有要擁抱你的感覺 或者是 比如說你對我好 我就會想要把你推掉 但其實我是 非常樂意接受這件事情 但我的身體反應就是 沒有表現出來 就是很反抗的感覺 但我真的 真的非常謝謝你 真的 真的非常謝謝你 再給我多一點時間 相信我們會越來越好的 謝謝你 很辛苦你了 我愛你 我講不出口 進步了 我愛你 好強硬喔 謝謝你 謝謝你 願意划出來 不容易 我對她這樣子的感覺是我在求婚的時候 講求婚語詞的時候也是講很多感觸 講那個感觸的時候我是眼淚 沒辦法控制的那種你知道嗎 就會覺得我好像沒有這樣子跟她對話過 這樣子感謝她過 就是有好好的把我要想把她講的都講完這樣 這樣心情很鬆 但我不知道剛剛講的原語是什麼 我不知道她講什麼 但是不管結果如何 我很珍惜這次的對話 因為藉由這次的機會 可以讓我們有更近的距離 也覺得很舒服 在這幾年的時候跟她拉起這個對話 她都會把我推得很遠 就沒有這個機會 還在努力 那也希望透過這一次後面 有更多的機會 我們有這樣子的對話 在這邊講出來了 有放比較開 但回去路上面對她 還是會有一點點在往內 但是這還是有幫助 讓我們可能有進一步的溝通 我滿期待她會說什麼的 那我的的話可以被剪掉 她應該是滿分十分 我應該還要再進一步 所以應該六分 你會選她其實不是沒有原因的 你選她一定是 她有一個你想要的東西 我們的關係其實不是那種很正常的男女交往的 所以之前問我們那種交往時間 其實我們都很模糊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真的比較複雜 但是呢 複雜到現在 有三個小孩子 她算是還是走過來 也是慢慢這樣子 一直修一直修修過來 中間過程也是一直跌跌撞撞 到現在不能說是非常的好 但是可不可以更好一定可以 只要對於這個承諾你是很看重這個承諾的 那你就看著這個承諾繼續經營下去 因為如果你逃避了這個承諾 你下一次的關係也一樣會還是一直 回來找你 你不會變的 所以好好的面對現在的關係課題 不是說好像我們這樣子在一起不好 真的沒有好不好 你只要覺得這個人是你喜歡的 那你也看到他很愛你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別人的眼光啊 或者是那些社會狂家那些東西 就都可以放掉一邊 就是想做就做 對著自己感覺著 不管後面結果是什麼去面對 就可以解決問題 我很謝謝玉華她願意陪我來這個節目 因為其實在邀約的時候 就有先問玉華說 欸你要不要來 那其實我對於這個答案 其實我就猜得到 她就說她不要 她害怕 我其實想像得到 我也沒有很強求她 可是她在一次爭吵 我不知道什麼契機點 她就突然就是 說她要來 她願意來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其實就非常的謝謝她 因為對於她來講真的不容易 我想像中她受的傷可能真的很大 謝謝她願意跨出這部跟我這樣子的對話 感謝你們團隊讓我參加這一次的節目 讓我比較敞開心房 尤其是你的引導下 讓我非常的舒服 謝謝團隊們 讓我們這麼放鬆 可以去聊自己內心的那一塊 沒有那麼的有壓力啊 個人敞開心胸這樣子 感謝你們先生謝謝 謝謝Blair的這個邀請工作人員 因為有這樣子的環境引導之後 我覺得我們可以更輕鬆一些些 不會好像是真的好像我要跟你 直接的對話這樣子 好像隔了一層沙 那種感覺是蠻輕鬆蠻舒服的 所以謝謝各個工作人員 然後謝謝Blair 你那時候怎麼會從不想來訪問到轉變了想要來 我想說是不是要跨出自己心中的那一步 也像是石頭說的是 給自己一個機會跨出去 不要不去面對這件事情 一個課題啦 就是要跨出去 我覺得我們呢 的出現一定跟以往的影片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呢 就算我們有這麼多的恐懼 我們還是來了 說不定如果有這樣子的機會 這樣子的邀請 我相信可以透過這次的機會 稍微的去聊一下下 自己的過往經歷 我覺得那個東西是好的 因為有說就會有痛 沒那麼可怕 真的沒那麼可怕 因為帶著音樂其實真的聽不到什麼 看到玉華還可以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那一定是 真的有一方面的信任跟放鬆 她才願意到這個樣子 你覺得有很難嗎 你說跨出來這件事情很難嗎 就看你覺得有沒有很難 很難 很難 對 好 什麼意思 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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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